欢迎来到你拍摄我调色第三季的网友作品公开的这一期节目 比较特别的是我们邀请了Chris和我一起来做这一期调色的活动 也就是说你发给我们的视频有两个版本 一个版本是我做的 另一个版本是Chris做的 现在我们来连线Chris 嘿 大家好 这是Chris 今天是第一次跟Gin做线上连线 并且会为大家调色作品做一个讲解 非常开心 然后能够第一次跟Gin远程连线 虽然说遇到很多问题在连线的时候 就是说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最终还是成功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OK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要补充一下 很多朋友发给我们的作品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当时没有及时下载 就过期了 所以拿到的并不是所有朋友的拍摄作品 那就有一点点抱歉 我们现在做的是没有过期可以下载到的那一部分 OK 好的 好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哪个网友的这个Andony吗 还是谁 我们先来看这个Andony 好的 那我们先来看你的吧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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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我们先看一下我的这个 嗯 对 然后可以看到就是说 他发过来的素材呢 基本上都是这个 在一个像寺庙里边 对对对对对对 使用这个S-Log来拍摄的 然后我选取了三个片段 第一个是这个老爷爷的这个 第二个是这个女生这个 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男生在这边玩个戏的这个 嗯 嗯 我先来讲一下吧 就是他这个素材可能是因为这个 使用这个A7M3 然后拍摄这个120升的这个素材呢 他麻率可能不够 所以说画面虽然说分辨率是1080 但是他的解析度不够 所以说看起来画面就很肉 其实相对于其他的素材来说 调色的话 包括8比特的话调起来 其实也是有一些困难 会造成一些这个色彩断层 还有一些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我调这个画面的时候 我是还加了一点点那个锐化的效果在里面 不然有点 对对对 怎么讲 是因为他的是1080 然后我们把它扩大到4K是有点麻烦 对对对对 是 然后你做了些什么呢 这个这个镜头 因为他这个素材是log拍嘛 所以说 嗯 那我们会先对这个log进行一个 还原成REC709 嗯 那我跟进提供给大家的LUS呢 也都是这个染色LUS 也就是这个 不是还原的LUS 所以大家如果要使用我们的LUS的时候 记得先一定要把你的 先做色彩还原 对 先做色彩还原 然后再使用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些LUS 对对 OK 那像老爷爷的这个画面的话 那我一开始呢 是做了一个这个色彩还原 然后呢 嗯 2G调色 那可以看到第一步色彩还原的时候 然后这边是2G调色 对 OK 第一步是色彩还原 然后到这里 那2G调色的话 其实这个画面我觉得不是特别好挑 所以说我可能阴影加的比较重一点 然后高光往下压了一点 但是我实际在这个LUmitry这个波形图 包括我里面看的时候 发现其实高光部分有一定这个死白的地方 所以说对 但是没有办法去救回来的 后面的镜头是这个女生的这个画面 那1G调色之后 然后2G的时候我把它的这个阴影 然后朝紫色偏了一点 然后偏了一点之后呢 然后就是感觉上稍微会有一点那么风格化 但风格化其实不是很强 它还是属于就是 Rag 709上面之后 稍微做了一下这个阴影的处理 高光部分我没有动它的颜色 那高光部分的话 基本上没有怎么动 对 对 可以看出来就是 我在这个1G调音之后呢 使用这个Fone Glass之后 那它的这个阴影是偏这个紫色一点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它的裤子的颜色会很明显 它也是发紫色 对 可能会明显的进行一个改变 镜的那个版本 其实我有看过 我觉得它调的那个比我要好 所以说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镜调的那个版本 这个素材的那个版本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的 这个第一个画面是这个女孩和她男朋友 然后我基本上感觉 我是想往电影画面上去考虑的 所以的话我会朝着 比如说很多国产电影 目前上映的 比如说什么李浩李幻英 或者是什么呀 逢人哪些 就最新上的这些喜剧的这种类型 就比较生活化的 它们在暗部的颜色上会稍微靠绿色一点 那我就会像这样去考虑 然后其他高光的部分会稍微压暗一点 然后给了一点点这个光运的效果 看起来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电影的味道在里面 然后下一个画面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 就是你说男孩玩游戏的这个 这个我觉得调的比之前那个要好看一些 就是看起来应该就是在看电影 这段拍的也蛮好的我觉得 把去调色 我就是把它整个画面其实变得 加了一点光运之后会看起来更柔和一点 就是你看到有些高光的位置会有一点点发散的效果 而且你调这个颜色的话 我觉得绿色跟黄色的话会比较 比较这个pop up就比较跳 对 然后红色的话可以看出来它会稍微淡一点 尤其是那个农夫山泉那个矿泉水的那个颜色 它会淡一点 但是其实这样颜色我觉得反而会造成一种冲突感 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 然后这些LUT的话就是如果大家想使用的话 是可以在屏幕下方我和Chris的这个视频下面详情里面可以下载的 然后这个老爷爷拉二胡的这个素材 看一下这个素材我就实在是没找到什么感觉 就对不太好反正觉得 就是哎呀反正没有什么感觉反正看起来 你说往电影画面上去靠我觉得也不像 但是我也只能做到这样 这个其实我觉得我当时在调这个素材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说从LOG还原成REG709的时候 我觉得颜色其实已经OK了 那我觉得在做风格化的时候 其实我让我比较头疼 就是说你说你朝复古一点 或者朝这个什么对吧 这个清橙色料去调 其实都不太合适这个素材 所以说后来我干脆就把阴影拉得很低 就直接就是压暗整个画面 然后就加深颜色做一个这个效果 不过我更 对我只能说 只能说和之前的那几个画面看一下 能不能统一一点 大概就能做到这样 那其实你的这个调色 那他拍的这三个素材 你是做了一个相对来说 就是比较色彩匹配的一个环境 像我在做这个三个素材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这个 老爷爷的这个和那个女生 还有那个玩游戏的男生的那个 我可能就没有办法把他们做成一个 一个色彩匹配里面去 关于这个网友的作品的话 我还多一个画面 是他拍的一个像寺庙一样的一个画面 这个画面的话和前三个画面的话 就不是一个风格了 因为这个画面给我的感觉想拍 调出那种比较清新一点 然后可能蓝天的部分会保留的比较多一点 你可以看一下 这样 然后我是往天空的部分 是往蓝色的部分上靠了一下 然后绿色的话稍微偏黄一点点 然后会感觉更有夏天的味道 这个就比较偏那种小清新的那种感觉 夏天的那种感觉 蓝色的天 对 因为他这个画面给我的感觉 好像和其他三个画面不一样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 没有做统一 我就朝这个方向去调了一下 但我觉得这个调色其实 从观感上来说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这种感觉 这个相对于其他三个 这个应该是算是我最满意的一个 但是 我们下一个看这个好 看这个MV199的这个视频 然后他的这个视频 我在进行一期调色之后 那他的视频就可以看到这个树 跟这个地上的这个灌木 它是比较这个偏绿的 偏翠绿和青绿这种颜色 那我在做二级调色的时候 我因为还是说 那我之前做了好几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我做的 可能是说偏比较绿的 但我发现说 其实跟元素材没什么区别 就好像加了个饱和度 感觉就没有什么区别 然后我就这个尝试着 就是改了一下它的颜色 那我当时在这个色相和饱和里面 所以你把树叶变黄 整体看起来有种黄色的感觉 就像秋天一样的感觉 然后对同样是这个MV199的 它的这个画面 因为它的其他的素材 要么是没有用灰片 要么就是太陡 所以我就选了一个稍微 看起来比较平稳一点的 它是拍的是60还是125 然后60 然后做了一个慢镜头 是一帮阿姨在跳舞的画面 但是这个画面我觉得调的不是很好的原因 是因为它是在古镇上面 古镇上面的话 我觉得其实可以把画面调的比较 有一点这种古色古香 或者是低饱和度的这种味道 但是它们的着装又比较有反差 所以我就没有实在是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 所以这个画面 我就是所有调剂还最不满意的一个 其实这个素材我之前也有调过 但是就像你一样 先换一句调色之后 然后二句调色 但是一调色之后我觉得还好 就我觉得这个画面其实能用 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要想给 就是给观众一些这种风格化的东西吗 对 所以我觉得说风格化之后 我觉得 这怎么跟这个画面不匹配 就不对劲 反正就不对劲 没有办法 这个我就放弃了 所以这段素材 对 因为你如果看这个还原一级调色的话 其实看起来太像新闻画面了 我不喜欢 就像记者去采访电台看到这种 就是不太有感觉 然后加了这个LUD之后也是 反正我已经尽力了 这个叫什么MV199 就是很抱歉 我觉得真的已经算是尽力了这个素材 好 看你的吧 OK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Neo拍了一个素材 来共享一下我的屏幕 那 对 Neo的还有一个叫斯的网友 然后他两个的航拍也有放在一起了 然后给他展示一下 对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OK 对 那Neo的这个素材 还有他这个后面这个叫斯的这个网友 这个素材都放在一起了 Neo这个素材的话 我就直接简单粗暴一点 就是直接把这个阴影占到最低 然后 但是是好看的 我觉得看起来像什么好莱坞大片的预告的那开场的画面 他什么阿堂哥阿堂哥要从他里调下 拍的时候其实这个取景我觉得也是蛮好的 如果他拍的时候可能角度变化 可能这个感觉又不太一样 因为像这个画面里的话 像我之前看镜调测调很多就是航拍素材的时候 其实可能大家航拍都会选一些比较 比较纯净一点的背景的这种 或者是一些构图比较简洁的去去用 这个画面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两栋大楼高楼之外 可能剩下的楼会有点出戏 有点跳出戏 所以说我就想把他们的这个阴影给压到最低 然后对 直接把他们的视觉冲击感降下去 那他拍的这个 其实我觉得这个构图 我觉得就已经蛮好看的 对蛮好看的 然后看一下调色的一个结果 那首先是这个一级调色 那一调色之后呢 他整体感觉还是有点淡 所以说我是在那个饱和度上 然后加了一下 那然后后面的这个天空呢 因为他本身是蓝色的 所以说那加了之后 对更蓝一点 然后阴影的话 我是把它降到比较低的一个位置 可以这样的话提高一个对比度 这样加一个反差进去 那大家可以看这个建筑上面的这个瓦的颜色也是变的 所以说这是一个风格的话比较强一点的 那大家如果用的时候不喜欢的话 可以把这个拉紫的这个强度给这样低一点 对强弱 强弱 但你的这个对比度就比我 我到时候你看我这个画面 我这个画面有一点点问题 它的这个画面的话 因为它选择的应该是早上或者下午 所以我是想把它的这个夕阳 或者是朝霞的这个突出一点 其实整体看下来我觉得是OK的 但是我自己觉得不满意的地方是比较高的这种楼的这个橙色的部分有点太浓了一点 我最后看一下 因为橙色这个部分其实是它当时拍摄的时候这个阳光集中在了这个地方 所以说这个地方其实高光一点 我觉得其实OK 我觉得这个还OK 其实我主要喜欢这个画面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天空这个过渡啊 这个这个属于风格化非常强的 就是如果别人有类似的素材套上这个拉紫之后呢 那它可以 我觉得啊可以就是说套用的时候强度降低一点 我觉得天空上应该会出现这种类似的这种颜色 是可以 这算是风格化很强的一种 就是从黄到粉红色 但是就是这一款高楼的橙色这块 有点太橘了一点 有一点点突兀 不过还好 我觉得 不过还好 对我觉得可以稍微降点点 至少 就如果有朋友想用这个这个拉子的话 其实其实很简单 你建一个萌板把这一小块圈出来 而且它的这个truck不是很难 这个跟踪不是很难 所以说 追踪不是很难 对 然后你把这一块的这个橘色的部分保存就降低一点点 但我觉得这个你这个画面一看 看出来就是那种 然后很像夕阳的时候 或者是那种海边的海边城市的那种 早上 紫色的晚霞的那种感觉 就是会给人一种 对 我就想往他 因为他拍摄的这个时间一看就应该差不多是那个时段在拍出来的 所以我想把那个他的这个感觉突出一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是这个的话就是像我刚才跟你讲的有一点点问题的地方是在于就是我做好风格化之后阴影的地方的这个我没有调的太暗 所以有点发挥所以造成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就说不清楚很多阴影的部分比如说这个房顶的下沿啊或者是这些草丛的阴影的部分说不清楚是个什么颜色反正看起来 所以就有点奇怪 对我知道感受过比如说那个对 Po的有一些画面有些网友直接一个弹幕就是还不如不调了 对对对对对对有这种 现在现在心态比较好了不生气啊 我们现在来看下一个网友的是叫做小飞侠啊 他的他的B站的网名叫什么来的 叫超级人ZR 然后我是把他的这个绿色的部分全部往紫色还有整个暗部都往紫色上走 因为可能有一些比较风格化的一些比较旧一点的台湾MV的感觉 那我会往这个方向上走一点 然后他的肤色整个的话我全部是用蒙版来做的 因为如果你要走这么风格化这么偏其他颜色的画面的话 他的脸的画面和皮肤颜色会被影响到很多 所以我就把他往就做了一个蒙版去追踪一下他的皮肤 然后调下来 所以这个画面我自我感觉还可以就是挺高级的 对对对让我看 其实我喜欢你这个画面你就是这个柱子 尤其是这个柱子当时我在调的时候 我没有想过说他会朝这个紫色方去偏 我当时是朝这个绿色跟蓝色去偏 对我反而看到你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这个颜色调的还是蛮出乎意料的 这个比较好看 OK那我调色跟你就是稍微风格化上会有一点风格化上可能会有点这个区别 那我调的时候这个柱子呢可以看出来他并没有朝这个紫色去偏 那他就是说还是倾向于保持他原来的颜色 只是说我把这个绿色的话改的稍微可能暗了一点 稍微淡了一点 但像最后一个画面的时候那我并没有像你一样对这个女生的脸部做这个蒙版的追踪 导致说他脸部比较黑 那个拉紫色会比较暗 对 但是你前面两个画面他的皮肤的颜色是好看的 就是可能现在的很多女孩可能拍出来喜欢这种比较白白嫩嫩的感觉吧 我那个稍微皮肤稍微还是有点稍微黄一点点 嗯 对但是就像你讲的最后一个画面虽然是同一个LUT 但是光线不一样 你如果不单独调整皮肤的话就会是看起来比较黑一点点 对是 对 那所以建议大家就是说 即便是同一时间同一台机器 那同样的这个手动设置去拍摄的时候 注意那你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地方 那去拍的时候可能都会造成这个曝光的区别 所以大家在套用我跟进的这个LUTs的时候 记住一定就是要改变一下这个LUTs的强度 并且去手动设置一下曝光一些参数 这样才会就是匹配画面 好的 然后下一段的话我们是这个处帆的 对处帆 他的这个画面比较遗憾一点 就是他的这个航拍的话我猜测应该是Mavic Mini拍的 Mavic Mini拍的话因为没有这个D-Cine-like或者是灰片或者是D-Log模式 所以你没有办法做很强的风格化处理 然后再来就是小型无人机的话这个感光元件Sensor太小的话 它的整个夜晚拍出来涂抹感非常严重 所以不管你是拍什么画面 特别是晚上画面大家还是尽量用4K来拍摄 因为1080P你拍出来之后有这么多的噪点情况 我们还要再把它扩大到4K发到其他网站上的话 这个画面相对于其他人的画面看出来就会实在是不太好 觉得你可以看一下 所以我在这个画面我做了降噪处理之后 我基本上只是在它的阴影上面把颜色朝绿色上调了一下 基本上没有动其他地方 我实在是不太有办法搞定他这个画面 对 这个处凡的话就是很抱歉 但是还是建议你以后拍的话 毕竟如果Mavic Mini没有2.4K 你可以用2.7K来拍也都会比1080P好很多 对 然后下一个画面是它的也是拍了一个古建筑 那因为旁边的杂乱的建筑比较多 我就把基本上周围颜色都去掉了 我只保留了建筑的部分 但是还是有一个遗憾的部分就是 它的向阳的这一面的是过曝的 就是它可能它应该是用的手动曝光 因为它的整个曝光的没有这个起伏的明暗的变化 但是但是就是曝光参数设定的问题 所以有条件的朋友 我建议你使用手动曝光的情况下 因为无人机没办法去调节光圈的情况下 你还是要用一下滤镜 ND滤镜 不然的话你的高光的话没办法压制下来 当然你可以提高这个快门速度来做到了 但是那个拍出来的话画面就不会太流畅 所以你还是要用一下ND滤镜 所以这个画面的话其实是好看的 但是就是我把饱和度降低的话 会体现一些它的这个建筑的厚重感 但是就是曝光还是有问题这个画面 对是这样 而且这个画面其实像你刚才讲的 它第一个可能是曝光 手动控制曝光的时候 可能没有做到比较好的一个参数控制 第二个就是说它可能快门速度确实会比较高 建议大家可以使用这个滤镜镜 第三个我觉得它可能拍摄这个素材的时候 可能如果它的分辨率再高那么一点 我觉得可能画面就会比现在会好很多 而且对调色来说也是比较友好的 对而且你因为没有汇片模式的话 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做到太风格化的一个调整 所以我只能尽力我也只能做到这样 可以好 那现在大家看到了呢就是这个厨房拍摄这个素材 那跟靳刚才分享的一样呢 一个是这个夜晚的一个是白天的这个素材 那这两个素材其实像靳刚才讲的洋芋 它这个分辨率的问题 因为这个三色尺寸比较小 那它就会把ISO提的很高 那这个涂抹感很重 所以说那我干脆就是说做一个比较粗暴的一个方法 就是直接把它这个阴影拉到最低 把整个曝光拉低 那就会直接从这个观感上屏蔽掉很多这个画面中 比较杂比较乱的地方 对其实也是个办法 嗯对对对 这样做只是哎只是不得已的方法 因为我其实也想不出来说 嗯到底这个画面怎么去调会比较好 因为这个这两个素材对 因为像这个第二个素材的话 靳刚才调的时候他会调的就是这个对这个屋顶砖瓦的颜色 会跟下颜色进行一个区分 那我觉得这算是比较好的一个风格化的一个案例 那像我现在这种调这个方法呢 那其实不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风格化的一个案例 他只能说就是说那整体曝光偏低 硬影拉低 然后整个高光和浓烈料潮橘色方面拉 那其实并没有做到一个区分的一个问题 下一个是撕的另外的三个 他的这个画面的话我看一下 第一个画面是一个一个田园的一个画面 田园的一个画面 然后当然我做完一条色之后它是夏天拍的嘛 但是我其实不建议大家像我这样 因为我是想做风格化调整 然后大家用这个LUT的话得到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颜色效果 但是实际上对于要看客户的要求 比如说它明明是夏天拍的 你把画面像我这样调 把草地调成黄色的话 其实这样的做法是比较危险的 你可能会有麻烦 但是是如果只是风格化调整的话那没问题 我是愿意怎么处理它都OK 所以我这样调整来的话我是觉得可以感觉有一点 就是周杰伦七里香那个MV的那个方向去 有这种感觉 对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 然后另外一个画面的话它发过来的 它用的相机应该比较好 就不管我怎么处理都不会有断层的情况 应该最少应该也是10比特以上的 对10比特色效果 这个画面是一个女孩拿着花 然后因为它没有用反光板 所以它的脸的话 其实你调下来会比较发黑 所以我还是必须要建一个蒙版 把它的肤色单独做一个处理 然后和前面的画面做一个统一的话 草地的话我还是往黄色的方向走 虽然是夏天 但其实看起来有点像秋天了 对 那这个画面其实因为我也调过 所以说我就觉得说 其实看到你这个画面之后 我觉得你调这个颜色 我就非常喜欢 就因为它天空的颜色比较蓝 然后那绿色草地 那作为一季还原之后呢 那你又给它加上一些这种黄色的倾向 那整体看了之后 我有种我想起来一个电影叫山楂树之恋 我不知道你没看过 我听说过 你看 应该没看过对不对 就是有种那种感觉 然后再加上就是说你把这个女生的脸部 然后单独做这个蒙版的追踪 然后提亮这个肤色 我觉得整体看起来就是比较的和谐 所以大家现在可以记住这个女生 这个进调完周这个女生的这个白色衬衫这个颜色 嗯 等一下可以看一下我 对 然后他的还有最后一个画面 也是同样也是这个麦田和是麦田吧 对 是和天空 然后这个画面其实我也是和前面有匹配 但是不满意的地方是中间的建筑和群山的部分 他的我找不到他的一个具体的一个颜色 我觉得有一点要么就有点太绿了 要么就是反正说不上来 对就大概是这个样子 不过我觉得整体观感上还是蛮好的 就大家记住 静现在给大家分享这三个素材 等一下会跟我做一个对比 之后大家会看出来就是说 调色过程中大家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 比如说静现在这个画面里 他这个左上角这个天空最过曝的这个地方 啊等一下来可以看一下我那个画面进行一个对比 那我觉得静这个调整呢是比较柔和的 他把高光进行和蓝天进行了一个比较柔和的一个过渡 像我调整的素材 你可以加一个光晕的效果 可以做一点点发散 可能过渡会稍微好 对 那先看一下这个女生的这个素材好了 那这个女生素材呢其实跟静的调整方向唯一区别的就是说 那我的天空其实并没有调那么蓝 那我的草地呢可能也没有朝这个黄色的方向去偏 那顶多就是在他的这个一级调色环影之后呢 那稍微再加重了一点点而已 那你的画面看起来比我的清新 夏天清新 对 可能是因为就是说我当时调整这个素材的时候 可能在调人的肤色的时候稍微朝这个冷色调调一点 对可能是从5300K调整到这个4200K左右 那其实像静在做这个调色的时候 他会把这个女生的脸单独用这个蒙版追踪来做一个这个肤色提亮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所有这个你拍摄我调色第三季的活动的素材 那就很抱歉还再说一次就是之前的那些朋友的给的素材的话 因为没有及时去下载的原因所以导致过期 那我们都有我和Chris都有联系之前的朋友让他们重新发回来 可能没有看到邮件还怎么样我只收到了一些 所以这个实在是很抱歉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现在我们做的这个调色活动 因为之前的你拍手调整都会有一个人在做 那我们现在两个人我和Chris合作来做的话 这种方式我不知道会不会大家会更喜欢一点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或者你希望往哪个方向去我们做出调整的话 你可以在评论区或者是弹幕还是不要了 弹幕一晃就过了 可以在评论区或者私信我们都可以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之后可以往其他的方向去做更好的一些改进 所以就也希望你会喜欢这个新的这种尝试 那我是希望说后期有机会的话可以跟진一起为大家做一个这个 就是线上连线的时候做一个这个调色的一个对比 就是我们在线就是分配两个一模一样的素材可能是长度在15秒以内 然后我们同时进行一个调色 现场调色 对现场调色 给大家做一个这个现场的一个讲解 看一下这个曝光啊然后曲线啊然后这个色轮之类的怎么去操作 OK就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具体的到底做了哪些步骤啊 其实有很多朋友是好奇的啊 因为我之前有做过一期这个视频但是是比较基础的 但如果你要走这么强烈的风格的话 具体要做哪些动作或者是蒙盘怎么怎么用 这个的话其实可以到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你拍摄我调色第三季的全部内容 那所有的这个素材的这个LUT都可以在我和Chris的屏幕下方的详细里面 你可以做到一个下载的一个动作 那也欢迎你们可以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的名字 我会把互相的B站名字都放在屏幕上 那就感谢大家积极的参与和观看这期节目了 那我们就下一季的你拍摄我调色再见 再见 拜拜 拜拜 OK差不多OK了吧 可以了 应该可以了 但是我在想说我们这个素材大家剪下来大概半个小时 那应该OK吧 应该应该下半个小 对对对我觉得太久的话可能会会有问题 要不然你剪个精髓版吧 就是每一个就是我觉得不用这么多素材都讲吧 就挑几个挑几个重点的讲吧 要不然我觉得每个都讲是不是时间太长了 哦对对对也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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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